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止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治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元大明《治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医生你好 Hello,你好,Della好,大家好 很多现在都市人都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瘡的问题 一般我们的客人或者他们都想觉得 这个都是一个外露的情况 都是去一些药房或者便利店买一些外用的自瘡膏 去查一下舒缓一下 但是其实这个做法是否真的正确呢 相信大家都听过 《治疗法》很普通 什么十个男人九个字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男人 其实女人更多 现在当然有些女性因为荷尔蒙的改变 可能怀孕期间出现那种变动 现在发现很多年轻的女性 都很严重出现这些问题 当然一般人一听到治疗问题 一般人的认知方面就以为 用治疗膏 你看到全部都是这样的 从来没有人听过 治疗应该用内服的方法 是处理你的身体 通常都不是的 都是用治疗膏来的 问题就是这样的 一般的经验用治疗膏 会不会再做一下 是会治疗会症化呢 是通常都不会的 通常只不过是表面舒缓一下的 但是可以这么说 是一种是无底的深渊 一直会持续下去的 一般买到那种管状的软膏 通常他就会强调 是可以舒缓治疗 或者那个裂治 就是肝裂 或者肿痛 或者恢养的 发生非常好的效果 当然了 有这个问题的人 就经常都是会采用的了 但是问题呢 他结果是 治疗不到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第一我要了解 到底里面 治疗膏里面一般的成分是什么呢 一般可以看到是有四种的成分 第一个成分是什么呢 是利多卡因 Lidocaine Lidocaine是一种什么药 是一种止痛止痕作用 这个目的是震通止痕作用的 第二个成分呢 就是甘草酸 Glycerytonic Acid 这个是甘草酸 甘草酸是一种抗发炎的作用 那第三个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尿囊素 Lidocaine Allantone Allantone 是一种是组织 修复的作用的 那第三个就是 通常有维他命E 维他命E素 主要是改善血液循环作用的 那这个就 清清可以舒缓痔瘡的肿痛的 那问题就是这样的 第一个成分呢 就说 如果你用这些出现皮肤 如果出现出疹 发红 痕氧 肿胀 或者 患住有刺激感 就要 立即停止这些药膏 嗯 就是有这些肤胀 是的 那 好了 就看一下 它第一个成分呢 是Lidocaine 就是利多卡因 是一种震痛止痕的作用 那调查发现呢 就吓死你 这个是什么来的 Lidocaine 是一种强力局部的麻醉药 嗯 OK 那通常是用在什么呢 是用在手术中 或者是紧急状态 派上用场 这个是一个 是紧急状态 是麻醉你的 是 OK 你想像一下 将手术里面用的强力的麻醉药呢 用在那个痔瘡的暴患呢 嗯 那当然 总统当然会消失啦 是 立即啦 是的 那你这么强力的麻醉药 你完全没有了感觉了 是的 很多时候呢 他们不会写的 其实应该标签获名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种局部的麻醉药 来的 第二个成分呢 就是那个甘草酸 是一种抗发炎的作用的 那这位安保博士呢 就严厉批判呢 是不可以用的 这种是一种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来的 它的作用呢 是令到你胶感神经紧张 血管收缩 防恶血液循环 所以我安保博士呢 经过呢 消炎阵痛剂 会令到血流停滞 加速组织的破坏 嗯 就是你血液流畅差了的时候呢 那当然呢 血液供应少呢 组织当然会坏死啦 那你结果发现呢 肛门周围的组织破坏呢 其实就是痔瘡 很多人都有 很多别畅的便秘人呢 其实有痔瘡 时不时呢 就会痔瘡出了血 这样子 那好了 那经常使用这些痔瘡恶用膏呢 会令到痔瘡更加恶化的 用了这些药膏的时候呢 因为强烈的麻醉药 和消炎药的作用呢 那当然呢 痔瘡的肿痛和痕痒呢 的确会消失 但药物同时呢 亦都会破坏肛门周围的 血液循环 恶化组织的破坏呢 回然之 只要继续用这些痔瘡膏呢 这些这样的烦恶的痔瘡呢 是不会痊愈 甚至乎是慢慢地恶化恶化恶化下去的 那很多人呢 用这些痔瘡的 用了一轮之后呢 都不行呢 就会选择另外一个途径呢 就用手术了 是是是 更加更加无用的 又是将个好像表面的问题呢 又再将它深化了去 将它复杂了去 那它的痔瘡就是个血管障 就好像植物血管障 把血管切掉它就搞定了 但你的身体有很多血管的嘛 你切得多少次呢 没错 其实袁医生 其实很多听众或者一般市民 真的都不明白 究竟痔瘡是什么例子 当然刚才我们也有提及多 因为可能有些生活习惯 或者各样东西的时候 令到他们便秘便秘又要减排出来的时候 就形成了那个痔瘡 究竟痔瘡是什么呢 其实什么病的成因呢 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有九大成因 当然情绪压力一个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整体不健康的导致 就不是某一个因素 通常是过量饮食 吃太多肉类 吃多砂糖 压力造成酸性的体质 如果我能够将那个饮食习惯去调整一下 会多些蔬菜 不要吃到过饱 再用腹式的呼吸 冥想 瑜伽 运动 浸浴 或者是泡醋 开心笑容 改善体质和血液循環 痔瘡就会很快会好 好了 在我们遇到的病里面 当然我们什么病 你都想不到 都会处理过的了 通常都是很严重的 假设的搞不好 在我们的治疗手法 其实不难的 你基本上要改革饮食习惯 我们用一个食品 早餐 用什么呢 用乳酪粉 有十几种的营养素 大麦草和小麦草之类 然后用油 亚麻糬油 椰子油 再加白叶子 或者亚麻糬粉 再加一些豆奶和其他之类 冲饮 这是一个基本早餐 第二 我们用烤素 烤素是消化的 整个身体要靠烤素 没有烤素的身体就停留 做不到任何东西 一个很简单的 用烤素 加一些山粟汁 抗炎 抗衰老 抗敏感 加芦荷 芦荷 又是处理炎症的一种 具简单的天然工具 喝这些汁 因为喝一次两次 没所谓 最后就用抑菌 这个是打了底部 接着我们就梳肝 其实痴瘡是为什么出现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 Portal Vain 门静脈去干的道路 是干堵塞 令到那些静脈血液 没有办法暢流进去 就塞进肝门 令至肝门的所谓静脈肿脏 简单来说 你一定要疏通它 疏通肝 我用清肝的工具 食物也好 食物也好 用红菜头 那些蔬菜汁 亦都是用一些简单的草药 是帮助我们的疏肝 当然 在同学疗法 有很多很多疗剂 有时我遇到肝裂肝 肝脏干裂 你怎么医呢 除了我上述 刚才所提及的工具 我都要用一些 针对性的同类疗剂 可以这么说 在我们的同类疗法里面 痴瘡的问题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哪个人医不得到的 但都要少时间 没想着很多十年的问题 一下子就搞定了 因为最终最终 其实所有的病 最后根源 都是身体整体出现问题 不是局部的问题 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概念 有什么事都是局部去医的 要是查一次疯膏 就搞定 结果是搞不好 有很多是更惨 就去做手术 我亦都听过 经历过做这些手术的人 是很后悔 因为很痛的 你做了手术之后 你就痛痛很久很久 这个问题 它不可以跟着的 问题不是说 因为症状被你终于肿胀 你割了一个 你身体其他症状 都会继续肿胀 所以正确的治疗 都要像所说 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运动 这些全部都很重要 而且我们很幸运 也有很多同类疗法的疗剂 是帮助这个痴瘡这个问题 是非常非常之有效的 所以痴瘡 大家不用再担心了 有自然的工具 所谓的替代性的治疗 是非常之容易 可以彻底解决 身体的整体问题 包括痴瘡 是 这些人都觉得痴瘡很简单 原来在痴瘡外用膏里面 有这么多不良的成分 令到我们身体再陷入一个 不可以再陷入一个无底心痰 因为动用了痴瘡工 而令到身体状况 出现这么大的惡化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切身一点 想想问题 好像刚才余医生所说 应该在整体上 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各样东西 从而达到健康 有局部的问题 就找局部的药物、药膏 就会被盖住 去医围 医围司徒 可以搞得好 今天我们很感谢 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作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lic.com.h 如果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遥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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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